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方这里呢是一个外置厨房的区域啊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燃气罩已经拉出来了 可以在车外这个位置炒菜 同时呢这些隔板呢都可以放置一些呢炒菜要用的物品啊 比如说罐瓢盆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关上以后呢就是完全隐藏在内部了 下方呢还带有一个五公斤的燃气罐啊 可以供我们日常使用 这款车的箱底呢它还有一个五年的质保 所以说呢大家购车以后呢是完全没有任何担心的 车里这里呢带有一个后拓展舱啊 现在拓展舱是一个开启的状态了 这样的话呢内部啊就会有一张非常大的床铺 那么这款车呢还带有啊倒车影像和倒车雷达以保证我们这个行驻车的安全性 这款车呢它是EV科欧胜的底盘啊 依然是采用3.0T的柴油涡轮扎发动机 匹配呢是进口的81T的手自一铁变速箱啊 大家来看这个正负驾驶座椅呢是可向后旋转的 而且下方呢采用啊是这种悬浮座椅啊 乘坐起来呢舒适度会更高一些 那么这款车呢它的最大功率达到125千瓦 最大扭矩呢达到了400牛米 同时呢配有啊动功能方向盘 定速巡航 胎压监测 ESP等等功能啊 可供辅助的时候使用 上方列里呢还配备一台啊小米的智能电视 我们可以坐在后方的沙发座椅上观看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款车箱体的一个材质啊 除了呢有2毫米的镁绿合金的外墙板以后呢 中间还带有30毫米的这种啊发泡材质 可以呢保证啊车辆内部的一个保温隔热的功能 这款车呢中间的环形沙发啊在行车过程中也是可以乘坐4个人的 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车的合载人数呢就是6人了 而且呢在夜晚休息的时候啊把这升降桌降低 这一侧呢还可以变成一张2米长的单人床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这款车呢上方这里啊有一个顶致的升降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呢我把升降床已经降下来了 这个升降床降下来呢是非常好操作的 它不需要呢挪动下方的东西啊 没有东西在那有阻挡 已经完全降到底了 这个床铺尺寸呢是2米乘1米3 而且呢左右啊都带有安全网 这样睡觉的话呢就会更加安心了 我觉得呢是两个身材正常的成年人呢都可以在这儿睡 如果一个人的话呢会非常的宽裕的 升降床我给大家亲自试验一下 我身高1米75 如果是两个我这种身材的人睡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躺到这个边上啊 另外一侧还有一些富裕的空间 那么我把这个安全网挂上 这一侧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啊 绝对也可以满足一个人的使用需求了 后方这里呢是厨房的区域了 这里呢带有啊拓展的翻折板 同时呢还带有啊电磁炉和一个小小的洗手盆 一共使用 上方呢还有抽烟机 当然呢有外置厨房啊 车内可以制作一些减餐 下方这个位置呢都是它的抽拉式的抽屉啊 可以呢放置一些啊餐具啊等等物品 还是比较宽敞的 后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台啊 美的的微波炉啊 可以呢为食材进行加热 后方呢还有啊双开门的冰箱 可以冷藏可以冷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方呢配备的啊 是一台特莱尔的顶质空调 可以呢保证车辆内部的温度舒适 侧空间啊可以点赞啊 我觉得在同级别车呢 也是属于啊空间比较大的 啊它内部呢可以淋浴 还带有赛特福德旋转式的马桶 有化妆镜 这一侧呢是独立的淋浴喷头啊 还可以啊挂衣服 上方有换气扇 那我坐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如果说我完全坐在马桶上呢 这个腿啊即使往前伸直啊 也是有空间的 车里拖转床的尺寸呢 打开以后啊 基本上可以达到两米乘一米五 和我们家用的这种双人床的尺寸差不多 睡两个人呢绝对是比较舒适的 上方呢还带有换气扇啊 可以保证这个空间内的一个通风性 同时呢两侧啊都配有外推窗 当然床的那一侧呢 都带有啊电源的输出口 以及呢阅读灯等等 方便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也能为自己的电器产品充电 这款车呢水电配置呢 也是比较高的 像水流系统呢 带有200升的清水箱 和70升的灰水箱 以及17升的黑水箱 它们电路系统呢 配备的是3000瓦 逆变气720的锂电池 以及500瓦的太阳能板 可以供日常的使用 那么在温度控制方面呢 除了有一台特莱尔的顶值空调以外呢 海带有啊燃油暖风热水一体机 以保证它暖风和热水的供应 这款车呢我个人觉得啊 虽然是何载6个人呢 但是夜晚睡觉的时候呢 5个人在这休息啊 也是比较宽敞的 可以能满足一家人出行的需求 而且呢整个车辆内部的啊 配色啊还有空间都比较有品质啊 那么这款车呢原价是49.8万元 现在有2万元的优惠啊 是47.8万元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款呢可以满足啊 一家老校同时出油的房车 并且呢配置也是一步到位了 不需要您的后期嫁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对更多的房车内容感兴趣呢 欢迎啊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